人为什么要吃苦? 我们常听说老话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其实我们衍生一下 有一个叫 良药苦口利于病 就是这个药啊 它是苦的 是不好吃的 其实 在古代 这个中药叫毒药 是要三分毒 那这些苦的东西 我们常吃的是甜的 所以五星当中 多为土 那吃的东西 从小就是喜欢吃甜的 长大之后 当然各有口味 但是整体来说 你看米啊面啊嚼一嚼还是甜 这个甜 才是我们人 应该常有的一种状态 那觉得什么都是甜的 那更是一种境界 那苦 这不好啊 不得已才要吃 为什么要吃 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 当然可以少吃 这只是一方面的道理 你说我没吃过猪肉 还没看过猪跑呢 所以这个荡 我就不用上了 每天上一荡 荡荡不一样 说明你还不够灵魂 不够聪明 你不得已呢 就得去 去 神经百战 亲力亲为 在这个当中 领受神通的 教训刻骨铭心 你才能长记性 说明你笨吧 那聪明的人 那学而知之 甚至生而知之 他就不用困而知之 不用到具体的事 轮到你的时候 才去走这一遭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 其实我们人的 七情六欲啊 尤其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的过分 物欲横流 受社会背景 环境的影响 调动人的各种 声色全马 人真的是被物质所控 物质决定人的意识 很可悲 不以物极 不以己为 没有了 人才是主体 你是物质牵连 算什么 没出息吗 但是还有一部分道理 说你聪明 少吃苦 但是 有很多东西 我们认为 它就是最好 但是你享受的时候 享福 要想一想 谁造的这个 它总有一个 先种树 后开花吧 后结果吧 那需要一段时间 你一个人把这个 就想说完了 就那么多吗 那以后怎么办 那别人怎么办 那都没有了 就你有 那真的都是你一个人的努力吗 所以你造福也是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的 你不能光作响继承 老祖宗多少倍 传下来的 明明你可以做更多 有意义的事 你可以越来越好 走后升为天堂国位 但是你没有 你就这点福 造完了 拜完了 那就没了 祖宗十八代 都来讨花你最后 那这也是一方面 那还有呢 就是祸福相依 那人 苦到了最后 一定是甜的 同时呢 我又 见怪不怪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精神很高尚 身体物质受点苦 没什么 那你精神方面 就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的道理 都在其中了